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故宫博物院 说看了个什么展览呢 就是北宋书画的那个特展 包括什么汝瑶的瓷器 宋版图书 还有这些书法等等 叫大观嘛 那大观 我专门去了一趟 好家伙 人流啊 人山人海啊 但是呢 我们一看外边排那么长的队 我说这完了 这还能看成什么 到了啊 不是 大多数人都是去看木乃姨的 因为啊 他同时进行一个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 大多数人是看那个 但尽管这样 就是北宋这个展览这边啊 不说人山人海 也是这个人流有赌吧 经常堵车 都堵在那个玻璃那看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 这个台湾建文 咱们来看 你看这是整修过之后 就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嘛 其实人家都说有点小家子气 但里边的东西是真好 你看博物馆里不准拍照啊 我这违反规定 就在人堆后边 这就是著名的那三幅画 范宽的什么这个 然后哪三幅画呢 你再看这 这是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这下面呢 是郭熙的早春图 再下面这是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然后万古长新啊 这再看这个 这是汝瑶 我偷摸摸违反规定 拍了一下 哎 我呀 其实不懂啊 马先生像您是内行 我呀 这还真是 这个这个不并并不是专家门外汉 但是呢 我发现这事 我逃离外界世界 繁忧啊 我能不得忧郁症的一个去处 就是因为我从小爱看 爱看画 其实也看不懂 但是好像就 哎呀 吃吃 就一看好像就能转移了 一看就能转移 所以这回我就去看这个 哎 罗先生你这么瞪着我干嘛 我挺惊讶的 因为 因为我去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我觉得那个馆其实挺差的 当然名字挺啊 以前去之前期望值挺高 可是我到了那儿 我发现那个馆应该重盖 人马先生自个儿还有博物馆呢 对 这个台北故宫啊 他这个他这次这个宋代大展呢 是筹备了很长时间 算是个盛事 对 特别难得 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去看 对 特别难得 他把这些宋代的这个重要的文物 都都组织在一块 还借了一点 还借了一点 对 瓷器里像那个戴威德基金会的那个重要的乳窑都借过来了 对 哎呦 这回我是觉得这个乳窑啊 我就看出点这个美啊 咱不懂 咱就看欣赏那美感 就是说北宋时候的人 他们的这种雨破天青 叫什么雨过天青云破处啊 就那种色泽啊 你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 咱们说中国文化什么的 而且啊 我就说我这个外行去啊 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触 你看啊 好多人 老师带学生都去看 但是有个画家呢 还还还还很讨厌 说这些人老在耳边说话 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西山行旅途 那个饭宽被送这个画家 他这个藏款 他这个名字 其实人家说也 说不定后人写上的 在一个树印之间 很难发现 写着饭宽两个小字 好家这些人全在那找饭宽 你看饭宽在哪的 饭宽在哪的 你照这画家就觉得 你们这这这 你们来看什么 但是看看总是好 是来看画 看看 看看总是好的 而而且啊 我看了之后 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有两种成功 有两种火 一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现世的这种成功 大多数人 明星了不得 打师拍斗 可是啊 还有一种坐标 纵向的成功 你像看这个什么饭宽的 西山行旅图 你说饭宽现在在哪呢 关于他 你知道什么 就这一幅画 标柄千古 这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 是吧 然后你就觉得 他的生命比我长啊 我记得马先生说 瓷器还说过一句 就说我们在他面前啊 是匆匆过客 你明白吗 就我死了 他不死 他还有啊 他当然知道的多呀 所以他在开博物馆啊 不是 但是你明白 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在纵向这个里边的成功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啊 他永恒 但是呢 他在哪朝哪代 其实也是少数人的东西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比如说 即便是范宽 当时 普通老百姓 这全体人口 真正说 他的知音 能欣赏他 好在哪 恐怕是少数吧 跟樊高当年一样 跟樊高 樊高到今天 谁都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说 当年 真说 咱知道他画有多好 都是少数 你看他还有这么一种生存 生存方式 他本身审美的层次 就是告诉你 就是审美的 最下面这一层 肯定是一种很艳俗的 就大家都能理解的 越往受众体越小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审美是一个后天形成的 不像有些艺术感受 你比如有人唱歌 跳舞 一些甚至绘画 音乐 他可能都有天赋的东西 但审美都是后天的 都是要学习的 这个我发现文物收藏者 跟上有所好 往往有关系 有很大关系 对 你想那个时候宋徽宗 对吧 而且宋朝本来就是以文 立国 成立什么书画院 说这个国家的收藏 百倍胜于前朝 而且你看有饭宽 郭西 礼堂 包括什么苏黄 米菜 苏东坡 黄庭庭 这些人怎么都聚到 差不多一个年代里 这是一种 主要的背景 就是它是一个 特别注重文化的一个时期 就宋代 这个时期 那么我们这个宋代的 这个哲学 对我们后一千年 有非常深重的影响 就是它的成读理学 我们后面的这些行为准则 都是照这个方向走的 那么艺术也是这样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到北松末期的时候 宋徽宗本人对这个艺术酷爱 它不是一般的爱 它是那种痴迷的爱 它可以断送 把国家都断送掉 这个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所以他就留下了这么一批伟大的艺术品 这回我还看见有宋徽宗的那个画像 哎呀你一看你就觉得真是他 不像个地方 对 就是像个贾宝玉 像个花园院长 对 就是 哎呦 真是不惨 这是不是跟国父名强有关 是国家经济很发达以后 老百姓比较不那么被这个 衣食住行的压力所破 然后他就有时间去进行更深层的 欣赏啊 学习啊 体会啊 这些文物啊 艺术品 肯定是 就是我们 我们的民族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就是无论艰难困苦 有多长 一旦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就迅速修复 你看我们真正的改革开放是20年 是吧 真正富裕起来就10年 10年的时间在西方 是不可以想象你一个国家 能迅速富裕成这个程度 就是那个宋朝也是这样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大致都是这样 不需要有过强的政策来 来来来来去制约它 你没有政策 无为而至嘛 你越没有政策的时候 它修复能力越强 它自动就好了 每个老百姓很高兴的生活 我看你在三联 最近也是做了一个 现在古董热的那么一个专题 采访 他讲说中国历史上有几次 收藏热 绕 一个是北宋这个时候 北宋 再有一个是清朝的康钱 晚明也有 晚明也有 然后康钱 然后就是晚清到民国 那你觉得现在呢 现在如果我们按照它的主多特征都出现的话 我想这是第五次 持续了持续了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 你还说就说十年间 比如中国的一个什么 比如说一个瓶子 价钱可以升的多少倍 对 就是一百倍都是很正常的 一百倍 对 一百倍很正常 你是说你原来 我看的你采访说 你原来收的一个什么东西 涨到了一千多万 你收的时候才是多少 对 他收的时候就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涨到一千多万 对 他这个不是有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 没有是社会的一个变化 我们社会的因为对财富的认知 过去是 一直是批判态度 我们等于是在一个 最无价值观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拿到手的 然后来变成了一个 最有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是十年 只有十年 他是因为自己喜欢又行 而且我还有一个很 我真是很 我其实在国内 见过很多人 我这点特别 从心底里 老马 我现在得说这 我当时听他 他很认真讲 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 因为我去过他的博物馆 很多东西 我知道 很值钱 说起来 但他那次正好带他儿子 在我家 对着儿子 就这么直说 儿子 你不要想我这个博物馆的一样东西 都不是你的 你自己应该挣你自己的钱去 自己应该自己奋斗 因为中国人习惯都是要传什么 然后他讲 我这东西到我老了 送国家了 捐了 因为我不愿意你拿这些东西去换汽车 就这么直接讲 儿子在旁边 他认真 对对对 那是那是 我当然 我特别听话那样 有了比尔盖茨的考虑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然后他还很有道理 他说我 我拿的这些东西 给国家才不能保存的更好 你这让我想起很多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想起张伯鞠 那个时候的人也真有意思 就是花什么当时的几万大洋 他们到后来算相当于几百万 今天的人民币 就拿出来买一个路基的平复铁 最早的书法 说是他常年老人 他就揣在自己棉袄里 这张伯鞠 这就是情怀嘛 他对文明 这种文明的产物 他觉得有价值 尤其对他 而且我觉得除了对他 他可能意识到 当然每一个民族 都有代表人物 像这种属于代表人物 他有一种 他好像觉得 要替这个文明保存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欣赏这个文明的产物 这么讲 所以他会不由自主地 做一些后人觉得特别 他到最后捐给国家了 对啊对啊 我记得那天那个张子怡 不是张子怡了 张一和 张一和文章里好像感慨 就说张伯鞠这人 他老婆还看着钱呢 他想买个什么东西 好像就是那个展子前的 那个游春图 就没钱 老婆给他怎么办呢 他躺地下不起来 因为他小孩 躺地不起来 直到他老婆答应 这捐给国家 但是最后感慨的是 到老年病危的时候 连安排一个 就住在他差的病房 安排一个好点的病房 都没有得到安排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 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时期 我想作为张伯鞠先生 那算前辈了 就是也会应该有个善终的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做到善终 应该说有一个善史 我觉得从国家从民族的角度来说 是算是对不起张先生 人家讲了 就说这几次古董收藏热 它还有不同的特点 你比如说过去 好像真的是董 比如在古代 它不光是一个战友的问题 而且它真的研究 把玩了 把玩了 就欣赏 现在叫多了一个什么 它叫一个观古 这两种 就是说纯粹的官员 或者是商骨 商人 他们这个动机好像 翻钱去了 翻钱 我还学会一新词 对 那跟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说起来这文物 古董 艺术品是最能够浓缩财富的 你再有钱 你不能 你像一个碗一五 一五拿卡车 拉一车 一车钱 对不对 但可以揣在一个碗上就带走了 你像 刚才你提到像平复贴 像这个 展紫千游春图 像这样的作品 今天假设如果进入市场的话 那个都是巨大的钱 但是它可以揣在袖子里就带走了 这浓缩财富 很多就是 其他物质做不到 所以现在贪官 它都浓缩财富 你不是经常看吗 那个偷 在外国电影里头也常有 就偷博物馆的名画 事实上也有 那个呐喊不是被偷吗 对不对 其实博物馆 我现在觉得对一个城市来说 实际是挺重要的一个 那当然 你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卢浮宫 我就记得很清楚 很多巴黎的学生 就坐在盘腿坐在地上 有的在临摹 老师的课就在博物馆里上 而且 很有崇高感 是真的 像你说还真是说需要学习 有些东西 这不懂吧 它你在 它在这个一排列下来 从古到今一排列 其实啊 你能懂一些 对 慢慢的你就能欣赏一些 而且博物馆呢 它作为这个世界发达文明城市 它有一个国家呀 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的人均占有量 可能人均占有量 博物馆最多的可能都是北欧国家 就是它平均多少个人 有一个博物馆 所以这就说到就说这个中国文化什么存续之类的 罗亚你多年在国外啊 你你觉得就说外国人看中国呀 或者中国人看外国 关于文化方面 有什么你的感受 我觉得总体来说 我我常常开玩笑 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追 我艺术上常常追港台 然后港台呢 实际上是追美国 然后美国呢是追欧洲 欧洲又追回过来追中国 实际上是绕了一大圈 欧洲追中国 当然欧洲他 追中国什么 追中国文明当中的很多文化艺术 当然很多特点吧 这这他的中国的精致 中国的很多各种文明方面的特点的东西 都是欧洲最追寻的 所以呢 我觉得绕了一大圈 但是很可惜 中国不太认知自己的长相 然后又去又去追的还不高明 都是追港台 我不能否定港台 但是实在有很多地方 比较浅显应该讲 也比较通俗 所以很不幸是这样的 那么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呢 当然我在欧洲差不多 所有的博物馆每去一个城市都会看 我常常心里很不愤愤不平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 又觉得也还好 就是说 其实八国联军啊 各代的这种战乱 外国偷走了中国 抢走了 不知道多少文物 都在人家有一中国馆子那立着 实际上根本就是全是抢走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还在自己家里 也有很多就捐了博物馆了 那么你看着就知道是中国东西 心里是很难受的 你会难受吗 当然难受 那我是很难受的 我觉得没有道理嘛 这个是我们的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另一页上讲呢 因为他们的存在呢 也他也无形当中 把这些文物呢也保护了 就是这些文物 毕竟还是大家还可以看 对 你说这个 而且我还想起 我在这个展览上 我发现了很多日本人 一看就是行家 就是就是 好多讲 讲日本话 他们你们看这种博物馆展览啊 他有时候因为这个画啊 隔着玻璃 都隔着一段距离 那种特别的一种望远镜 好多拿这个看 而且就看这个乳窑啊 哎 我就发现啊 我旁边一个日本老太太 她呢 就拿着手里的这个 挡这个光 你明白吗 到后来呢 我也学着她 我一挡 我就发现呢 其实是另一种色泽 跟这个这个光 灯光 聚光照 它照太亮了 这种光线下 你一下子就想到 哎呦 宋朝人 在家里 其实就是这种正常的光线下 它就呈现出这么一种 很很沉着呀 就很雅致的 那么一种调调 一种中间色吧 所以人家有人说 你比如说 咱们说宋徽宗 这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说宋徽宗 王国皇帝嘛 就是属于昏君嘛 对吧 但是我听说 日本人很推崇宋徽宗 为什么呢 就因为书画 因为这个艺术 所以这有的时候研究比咱们还深呢 这正常的 这个日本他研究中国文化 他不是近几年的事 研究了一个世纪以上 我们很多文化 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学者 都是研究的很晚 当时我记得 大概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开始喜欢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 现在都是学者的人去聊 他们都说 你弄这干嘛 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你还弄什么 但是都说的都是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不赖个人 是一个国家没有兴趣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文化 一百年 五次运动以来 都是持批判态度 对 你说你过去 你在八十年代以前 你是博物馆的研究员 你也不能老天天弄 弄完了就IP 那肯定他得表示没兴趣 就有兴趣还得表示出来 何况 那个有兴趣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一个民族 否定自己的文化 那真是很 就变成了很正常 但是今天看 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 为什么欧洲人学我们 因为我们的文化 比较深厚 确实里头有很多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自己看不见 对 为什么学人家 是我自己看不见 我有什么好 看不出来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有人说 这个中国文化 有的人知识分子都说 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绝了 就别再谈这个事了 1919年 我们现在留下的是木乃伊 什么西山行旅图 这是一些遗迹 那也不是 我觉得中国人 没法摆脱自己的文化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构成元素 就是分块字 你在这个分块字的 这个元素下 你的所有的思维 都是按照这个走的 你不是拼音文字 你是个象形文字 你只要一开始 学的是这个事 你就摆脱不了了 你想完全西化 我觉得我们没这个可能 基因不是这个基因 我也同意 我算是在中国长大的 也是很大了 才去外国 当然我在外国也很多年 我现在讲英文 也都听不出来了 也用英文写剧本 等等等等 外国人一般 也都不知道你从哪来的 但是思维方式还是中国人 在根本上还是中国人 你举个例子 怎么叫思维方式 还是中国人 很简单讲 我如果说我编剧 我就会发现巨大的冲突 我现在的合作伙伴 是写那个 也是制片了 是弗里达的制片 那都过奥斯卡提名的 那个片子也很艺术片了 是讲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名画家 那个女的女画家 他很懂的 但是对于一个剧本的利益 走向理解 那是大相听进 大相听进 完全他会理解成个人 我常常理解成国家 我老要从文化 国家 民族 去展现一个故事 他老在讲个人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撇开 不重要 老百姓也不要看 因为他是想着他的观众 他老跟我讲 这不重要 没有人注意的 我说 那这个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 怎么可能不讲环境呢 怎么可能不讲文化 不讲历史 不讲 对他来说 那个是不重要的 所以这就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思维了 是现在这个国内 他也有这样的思维 认为这个甭老拿古人说事 是吧 每代人都应该有 每代人自己的创造 就是说是有自己的作品 我不知道马先生这么免而好古之人 那我想就是你的创造来源自于什么 你是抛开这个文化不谈 好比说抛开这个构成不谈 那你就干脆出国 你在国外去搞 实际上很多 你比如我们知道中国裔的一些艺术家 那很多都是 你比如像徐冰的那种 他造的那天书 那字还是由方块字的构成 他没有用批 他尽管他怎么弄说就是英文 那还是方块字 让谁看 就是一部认识的方块字而已 就像是说蒙娜丽莎 画两瓶小胡子 那你先有蒙娜丽莎 其实你应该感谢蒙娜丽莎 他也因为有了这个传统 所以你在变异这个传统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复古就是创新 一次一次的这么格贵 文化肯定实际上不认识